天水 云州漏水 房间内的青钢架天花板 雨水不断从里头漏出来 房客眼看天花板出现四五处漏水 赶紧把家里的水桶跟脸盆 通通拿来接这些漏水 当时台东沙漏区正在下大雨 没想到这间透天错 屋内竟然下起了小雨 眼睛要被水污了 请房东拉板处理 屋壁处理 办什么做呢 眼看三楼地板已经摆了四五个水桶脸盆 天花板的水还是不断往下滴 最后整个落地窗的窗帘跟地板 还有墙壁 全部被渗进来的雨水给淋湿 房客气愤地表示 这几天下大雨屋内漏水 他们跟房东联络 但是对方都没有派人过来了解 我们找不到山东 那我们找了丹苏的仲介 然后也找了丹苏的那个委托 对他委托的拜书 还有他的会计小姐 到最后都还没有消息 你们联络他多久了 我们联络他大概有 差不多五六天的时间了 房客只能暂时把家具移开 如果房东一直不出面处理 他们也不排除诉诸法律 要嘛你自己去修缮 修缮完的钱再跟房东要 或从租金扣下来也可以 如果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话 消费者还可以选择说 那我可不可以终止这个租约 就算找不到房东 眼前的漏水问题总要先找人解决 一想到中部这几天 还可能下大雨 房客显时一个头两个大 即雷孟章黄酒鱼来出报